日本幾十年來最猛烈的風暴之一 正在襲擊沖繩南部島嶼 當地居民被迫躲避狂風暴雨和巨大海浪 颱風滿雄星期二早上已重超級颱風被降級 不過日本氣象廳說這場風暴仍然夾帶著 時足最高達到250公里的強風 當局呼籲數二萬居民撤離沖繩 沖繩是日本最能端的縣 當地已有數以千人失去電力 日本內閣官房長官監議委說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出現重大損失報告 位於沖繩主島的加薩納美國空軍基地 已將部分飛機轉移 有關官員警告公眾不要走出失愛 風暴有可能帶來生命危險 總統統計努力 為止 全模擬 發展 雲